小郭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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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是画了眼影是吗 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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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os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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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你说得没错 谢谢你的肯定 说完了 对 说完了 没什么想跟女生说的 就希望如果你打破这种不平衡感 你再说两句嘛 公平一点 让我说他呀 人家挺好的 没什么可说 来来 我们下一位老师 好嘞 你对自己的外表很自信 对不对 我是挺自信的 但你现在的言谈话语 掩饰不住你内心的恐惧 你其实心很虚的 你是外强中干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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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都不这样叫了 那可能以我们传统观念来讲 男生这样的撒娇闷门还是挺有意思的 但我觉得这一切都不是你们的核心 不是说一个男孩子为什么和我们传统意义上 所想的大男生的样子不一样 你们的问题在于 对待感情的模式 对待生活的模式 一个人对内 一个人对外 男生所有的感受都是 你有没有关心我 我拉肚子了 你就不能跑步 我现在就不想上进 我认为学生这样做就挺好 所有的都是一个字 我 所有的感受都是一种感受 我 对内的感受 不去在意对方的感受 就会让你呈现出来的是 撒娇 卖萌 当在爱情中都是对内的时候 那就离分开不远了 因为相爱是两个人的事 所以我觉得男生如果要是对这段感情 希望能够找到合适的方式继续相处 那么请你 适度地放掉自己的感受去关注他 你要去分享他的世界 分享他的感受 你们才能一起往前走啊 而女生我觉得 你又在感情中过于关注对外了 你的感受大多来自于对外 我在创业中得到的价值感 我甚至走在路上碰到了一个 之前很常见没见到的朋友 我关注的都是对外 我希望我通过社交 通过赚钱能够体现自我价值 生活中我们去做事情 也可以这样 但是感情中 如果你所有都是对外的话 他就会觉得你忽略他 而且你对他的要求什么 一定要去打工 一定要去赚钱 我认为是不合理的 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 有自己选择的自由 不要把自己的 对生活的理解 强加在别人身上 你过分地伸手到他的生活中 要求他学这个干那个 其实看起来希望他上进 骨子里还是对他不够尊重 他没做错 如果他说现在已经毕业了 他不上进 他不努力 他不工作 你可以对他有要求 你甚至可以为此离开他 但是这个阶段 你总是拿这个说事 他不舒服 你自己也会不舒服 所以尊重彼此生活的阶段 尊重彼此对生活的态度 这是你要去调整的 还有一点 你要去想想 你们俩如此的不同 你是否愿意在 以后的感情模式中 真的就接受自己的男朋友 是小可爱 你把他的名字 已经改掉了 你不想再叫他小可爱了 那你生活中 是否还需要一个 小可爱的男生 做你的男朋友 如果你能接受 并且喜欢这样的存在 那你就要去认可他 去尊重他 如果你不接受 自己步子已经走大了 希望对方不是小可爱 而是大男人 那你要告诉他 你要让你们都能够 找到适合自己的定位 这个决定权真的是在你 所以希望你们都能 理清思路 开开心心的 谢谢 你有没有感觉到 你比他更柔美 我喜欢 你喜欢这样吗 挺喜欢的 我喜欢别人说 我长得乖 其实我知道 要承认自己差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如果跟你比较的这个人 在年龄上 地理上 离你很遥远 也许你承认起来 还相对容易 但如果这个人 就在你身边 你要向众人承认 我在某一些方面 比如说挣钱 我就比他差 这的确很难 你知道为什么很难吗 因为你把这个问题 走向了极端 你或许在想 如果我一旦要是承认了 我挣钱比我老婆差 或者比我女朋友差 那我就一无是处了 事实上不是这样 我在挣钱能力上比他差 但并不代表 我是没有价值的 你明白这一点 明白 所有非常美丽 而夺目的事物 一定会有一个陪衬 但是你要知道 陪衬是有价值 而你恰恰走入了一个误区 就是一旦我向大家承认了 我低了头 我不如我女朋友 那我就一无是处了错 如果你能够踏踏实实地 看着他飞得越高越远 关心他飞得累不累 那么你的这个陪衬 就做得很踏实 你这种踏实的价值 远远超过了他挣钱本身的价值 他总有挣不到钱的时候 当有哪天他生意溃败的时候 你能像他一样拿出一百块钱来 请他吃必胜客 无论何时何地 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其实这种价值是最珍贵的 你又何必在别人稍微好了一点的时候 就一定要反唇相机 就一定要去奚露他 又何必呢 所以我在最开始我问你 难道别人说你比他更柔美 你高兴吗 错误 应该别人说你比他更包容 更宽阔 才更有价值 其实你长得怎么样 面容金不金饰并不重要 关键是你的内心 能不能像矮一样去包容 他今天挣了钱了 他有点骄傲了 我能接受 我能理解 因为我是他的爱人 他哪天落魄了 我依然可以接受 因为我从来没有因为图他的钱 而跟他在一块 你说呢 是的 所以说你心里始终要做到不卑不亢 当然这对于你现在来说很难 因为你年轻 很多年轻人像你这种年纪 一旦自己的女朋友 挣钱能力比自己强 或者是在学生会当了干部 比自己牛 交际关系 比自己广 很多男人都会显示出 比你更多的心胸狭窄 所以这不为难你 但是你一定要切记 如果你要是爱他 你就尽量往这方面去靠 包容你 好吗 你也别嘚瑟 你一定是在某些言语上 刺激他了 只是你茫然不知而已 基本的尊重是必要的 好吗 好 行 就对 男生用了一个词特别好 说现在讲究男女平等 你觉得什么是男女平等啊 双方拥有共同的权利和义务 就平权呗 是吧 对 那女人比男人挣钱挣得多了 有啥呢 那就有些总有些 不是 那有啥呢 我们生活不要生活在拧巴里 所谓拧巴是什么 就是我需要的时候 把这个观点拿出来说 我不需要的时候 我就推翻这个观点 因为你在心里面 可能还不在平等 所以你没有办法 接受一个女人挣钱比你多 你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女人 在某一个舞台上面 比你更耀眼 对吧 我就是小气 我就是小气 那改呗 慢慢改呗 当然最核心的是 在这段恋爱关系当中 两个人舒服不舒服 如果舒服 我建议你再考虑考虑 如果你实在是不舒服 姑娘 咱也不挽留 好了 你们自己抉择吧 接下来一起进入停留 什么样 你想咋的吗 我觉得 你现在脚步这么快 我反正跟不上了 我可能就现在 没有这么大能力吧 我就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学生 我做不到像你那样子 所以说 我这样子的话 被你这样拖着走 我会很累的 这样对你也不好 放开我 你可以走得更远 所以说我觉得分手吧 真的 你说我走太快了 那我现在不走了行吗 我停下来等你行吗 我跟着你一起努力 慢慢爬上去不行吗 就是在一起三年 我就觉得 我们俩都挺好的 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这为什么要分手呢 但是回不去 来 请亮灯 来吧 看看你们记忆箱里面 放的什么记忆 打开吧 刚才不是留了个悬念吗 开箱吗 来 然后就问我 要是回去的话 就把它带上一块呗 然后你们再一次这么久了 我们觉得它也挺靠谱的 然后就想看看它呗 把你男朋友带回屋头来看一会儿嘛 妈妈也觉得 你这男朋友啊 人品还不错 对我两个也都好呢 我跟你老孩 都想你能够 跟他一起玩走下去嘛 你们两个嘛 一起好久了哟 妈老孩 不想你两个有好多钱嘛 反正你两个觉得也幸福都好了嘛 行 你放的是什么呀 两条围巾 一条是刚在一起的时候 他送我一条手指的那个 那条白色的 会觉得很珍惜 因为是他很用心去做的 在寝室里边用很多天 然后做好这样一条围巾 我就把它像当贡品一样 放我家里边 另外一条是他后边赚钱之后 买的另外一条围巾 但是我不喜欢 我本来就不是一个虚荣的人 我觉得只要两个人 好好在一起就行了 我不需要你这些东西 我不需要这些奢侈品 才能供求我们的生活 我觉得生活可以 很简单很幸福的 行 回吧两位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看年轻人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请开门